科技股神话终于环灭了? 首先说星期三 5月4日有期指期权特训班网上课程开班 帮助大家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后 找长渣短炒的机会 包括用美股期权去掌握波动市况 有时候有些不公平的交易秘诀 欢迎到视频简介里的连结 或者扫描这个文章 看看课程资料 首先说上个月4月刚刚结束了 大科技股在上星期也公布了季度业绩 其中亚马逊公布业绩之后下跌了14% 整个月下跌了差不多24% 从历史高位比较更加下跌了34% 全部都是4% 回到2020年6月的水平累计 另外,谷歌 也在4月下跌了18.5% 主要的问题也是很简单的 盈利倒退 说回去年标指最大的五只股票占了市值22% 很多人都觉得是有问题的 因为超过了2000年波网泡沫期间 达到18%的高度的集中度 历史经验教训我们 当市场来到这么狭窄的宽度 市场宽度的时候 对于未来的股市回报是一个极不利的讯号 特别现在我们是在美联储正在 开始快速加息的周期 我们来看看股价 其实是不觉不觉的 我们来看看刚才说的五大科技股 由历史最高位 很多是去年或者今年做的 回落到今年最低的百分比是怎样呢? 首先说Facebook 现在Meta Platform 它已经跌出了五大 其实从最高到最低下跌了56% 跌出了五大 其实现在第五大就是Tesla 其实Tesla不觉不觉 它也从去年最高位到今年的最低位 跌了43%大上大落 苹果股王最高最低跌了18% 最厉害的它因为有98亿的回购 亚马逊刚才说了 跌了差不多35% 所以它有1000亿的回购 AlphaBet就跌了25% 最近这季业绩公布也挺强差人意 变了很大幅 连Microsoft很好的股票 也跌了22% 其实就是说现在除了苹果 其他股票也全部跌超过20% 甚至上星期五 连苹果也收市在200天平均线以下 其实五只都已经跌了 应该就是美国基金经理所说的进入熊市 虽然分析员也不会跟你说 狗哥会继续上升的 但其实经济衰退风险 已经正在这样急剧增加 3月中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 宣布加息四分一来 并且计划今年进行六次加息 当时还没有提到缩表的时间表 但是上个月曾经也有不少美联储官员 表示这次开会 会讨论六月开始缩表 并且透露过每个月有950亿缩表的数字 我其实觉得是很大的 现在市场就先当不知道 应该会是星期四凌晨 我们会更加知道多些资料 增长股由于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高股值和低股息这些情况 利率涨的时候往往会冲击到股价 尤其是科技股受影响最大 大家现在开始会明白 为什么我六个月前已经说了什么是科幻股 现在你查一下如果你还有这些股票 标指的价格也到了差不多一年的最低水平 目前的市盈率25倍仍然是偏高 持续的通胀迫使美联储要不断收紧货币措施 因此今年如下的时间 应该会继续对科技股造成很大的压力 美股有压力 但未必会像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时直线下跌 高股值不是必然出现急跌的情况 但会看到股票慢慢地下跌 现在市场环境其实跟2018年的时候 美联储也在加息循环和量化紧缩的时期相似 股市也是在压力之后继续上升 因为当时美联储的利率倾向 是比投资者预期的要温和一些 这一次加息的预期 似乎已经被市场接受 但如果今年稍后经济放慢 下半年甚至明年的股市 也会有很大的挑战 现在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美元指数 每天都不断上升 上星期五星期四 已经到了过去二十年的高位 现在正在威胁股票市场 甚至乎新兴市场 我这里有一个看到 现在美国的四大股票指数 已经全部跌穿了200天平均线 标指跌穿了 纳指跌穿了 道指跌穿了 甚至乎罗指的小型指数跌穿了更久 其实都告诉你什么 技术上已经进入了美国 这些基金经理所说的熊市 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是说 我们应该在明月卖 而去离开 或是我们卖谈谣言 买谈谈言 就是说我们在5月4日加息之前 沽定货 然后宣布加息时去补仓呢? 有人觉得加息之后可以考虑低买 大家怎么看? 发表我的意见吧! 我会在PATREON版本里继续讲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简介里的PATREON连结 支持狗哥 看我所分享的更多详细市场分析